好嘞 不念经的 跑过来问做生意的 把卢台长当成算命的 哎 算命的 怀疑你好 卢台长 今天我很荣幸地向你吼叫很多问题 希望你指教我今后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的印记很坏 我的身体也不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 你几几年数什么呢 我六八年数猴等 你身体最大的问题是妇科 听得懂吗 从小就不好 明白了吗 自己知道就好了 不要太受寒 多念大微咒 还有你的颈椎脖子酸痛 明白了吗 肠胃也不好 你没有嘴巴的 你讲讲 好 对对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自己要知道 你身上有灵性 所以你经常觉得身体很冷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对 那应该怎么做 你现在首先晚上最好能泡脚 谢谢 然后放点黄酒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然后自己把身上的灵性念掉 需要39张小房子 39张小房子 我问你 你做梦做到过小孩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嗯 海长可以今天晚上叫你做到的 做到没关系的小孩子呀 没关系的 就你自己 我不知道是你妈妈打他的孩子在你身上 也不知道是你的孩子 有一个小孩子在你身上 你自己打掉过孩子没有 我没有打过孩子 那就是你妈妈的孩子 因为我不能肯定是你的 我妈妈有 你妈妈有 是吧 我讲给你听了 可能是我上面的弟弟 这个弟弟经常在你身上 明白了吗 明白 他会让你非常的难过 而且你这个人 智商越来越差 记性越来越差 对 对 还有 你别看你头发很多 你掉头发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这样 好了 我可以 我可以干事业吗 开店 有硬气吗 每个人都跑来问我这种问题 我没办法 干事业吗 开店吗 有没有运气 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身体好的时候 这个人就有运气 你记住 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 他就没有运气 有运气的人身体都很好的 身体不好的人运气一定不好 你先把身体养好了 你再开店 你就会好一点 听得懂吗 听懂 谢谢 你自己多调养 调养自己 明白了吗 谢谢 谢谢 还有自己要放下很多 啊 你自己的老公 跟你的关系 你要好好的处理 不要整天的忧愁 烦恼 你少管他 你少管他 随他去 明白了吗 谢谢 台湾别你 你知道了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指教 对不起 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她现在在中国 她会来到法国吗 我很希望她来到法国 我应该怎么去做 每天给他们念 转机神座四十九遍 这孩子 这两个孩子 然后每天给他们念心经 帮他们开智慧 你试试看 很快就会来了 但是他们这两个孩子 来了之后 会给你找很多麻烦的 我只能这么讲 因为你太腻爱他们了 他们在中国 已经给你找很多麻烦了 那没办法自己的孩子 嗯 我讲话你都听得懂的 听懂 他来了之后 会跟你的老公 会有些麻烦吧 因为有一个孩子 不是你老公 谢谢 谢谢 那我现在 我现在给我 我现在是一个男朋友 我们两个 所以这个男朋友 你就要跟他珍惜他 你不要孩子来了之后 把男朋友都弄跑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好了 谢谢您 我告诉你 台长什么都看得见 有的时候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要多念心 人的运气好坏 实际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如果你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就什么都不怕 明白吗 好了你说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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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